针对这个乌克兰的战事 还有包含整个战况的部分 我请教一下丽将军 我特别说大家都认为说 是川普当选以后 他有很可能一通电话 就结束俄乌战争 那我们也都知道 川普是一个生意人 我们现在就以做生意的眼光 来看这场战争 那如果要谈和平条件来讲的话 那我们做生意 蔡伟源一定就知道 有一个叫卖方市场 有一个叫买方市场 那你认为说 现在如果要谈和平条件 是普京的市场 还是川普的市场 是谁讲话算话 当普京这边 俄罗斯打得顺风顺水的时候 他是不是这么容易就接受 你这个川普提出来的和平条件 那我大概把川普现在 他所提的这种和平条件 概略跟大家说一下 他的构想很天真 怎么讲很天真 他说这个双方来讲 各退50公里 然后保持中间算缓冲区 这是第一个 就地停火 第二个来讲 这个缓冲区中间 这个北约派部队 进去当维和部队 然后我美国不进去 你们北约自己出钱 在那边围和 对不对 第二个你认为说 这个有没有可能 美国我不派兵也不出钱 这是目前来讲 这个川普来讲 他所谈的条件 但是你不管是买方市场 或者是卖方市场 我们都要先看货好不好 对不对 如果货好当然是买方市场 货不好的话就卖方市场 那所有的政治上的决定 都一定是在战场上面来决定 我们经常这样讲 就谈判桌上面你拿不到的 你站在上面 这个得不到的 你不要像在谈判桌上面得到 我们就这个图来讲的话 我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 这个我们就战况 给大家分析 我相信我讲完以后 大家就自己去判断 说这到底是谁的市场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 库斯克尔这边战役打的状况 这是我这边的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红色部分 这外面这一大圈 是最早的时候 这个乌克兰来讲的话 它攻进去了区块 那攻进去以后 我们都知道 这个俄罗斯开始反击嘛 我那时候有讲过 它不是把你要赶出去 它把你牵蔑在这个地方 怎么讲 我们经常都听到 俄罗斯派一些什么苏34的 这种丢温压弹 它轰炸的是这块 把底下这块把你封住 让你的补给 让你的后勤部队上不来 等于说截断你的 用空军 我用火力截断你的退路 然后你看它打是从哪边打 大家看到 这块是它反击打回来的 它从腰部开始打 大家不要忘了 还有这边开始打 这左右两边它开始打 打哪里打 输甲这边 好 那现在来讲 现在已经打到战线 变成这个样子 前面头部也顶住了 然后这边两边腰部 在这边反击 大家看一下 如果这条路线被切断的话 这大概只有10公里 10公里也就是说 这边的二军 这边跟这边二军迫击炮 双方都可以互相支援得到 如果以迫击炮的射程 你不要说大炮了 不要说155公里的炮了 他们大概是152公里的炮 不要说那种管状火炮 不要说导弹 不要说什么 我就是用迫击炮 我都可以相互支援得到 那你看这边的这种 打进来这边的乌克兰的部队 还有退回去的机会吗 我们从这种战线图大家就看得到 第二个我们讲说 你刚刚讲的库拉莫夫 这个所谓库拉莫夫 是这两天正在激战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 那我们从这边图 大家也看得出来 就是我们这个看板上面的图 这很明显就是一张嘴巴 这是雪盆盆的一张大口 对不对 不管你的形容是狮子的嘴 还是鳄鱼的嘴 这边就一口就咬下去了 那如果说是这边这个往上面打 这边就把门就关起来了 就关门打狗了 那现在很明显的 我特别要讲 就军事上面立场来讲的话 应该这时候你应该转进作战 保存有生战力为主 乌克兰的部队应该做这种工作 那不管几次的作战 就是这个女都军 别祖格拉亚 她事实上是北约派驻在这边的都军 你看她过往的经历 她不是军人出身的 她是医生出身的 那她之前在北约 很多国家都在那边派驻在那边 我觉得她本身的工作就是 就是北约派驻在乌克兰的都军 如果说你用女都军这个名义来讲的话 你不如说是 不是泽伦斯基派的都军 她等于是北约派在这边都军 那这个女生来讲的话 她一直都用政治来思考军事 所以不管是我们之前讲的 各场战争里面 我们以军人眼光来看 就是全军为主 全军就是保存战力为优先 你有战力以后 我们讲说留得清山在不怕没柴烧 对不对 你军队留得在以后 我再反击 在攻击都有可能 但是他们是政治上的考量 就是我一定要占你这个地方 我这边不能打败 不能打输 在这种状态下 我才可以跟北约的很多国家要的军援 那现在来讲战局已经打成这个样子 我们在这个地图上面 在看板上面也看出来 就是一张口在那个地方 只是随时如果门关起来的话 就是红军村大概就在 就可能说已经被贡献了 那我们就大局来看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左边 跟我这个差不多了 红军村如果打下来的话 我个人研判 乌克兰部队就会沿着这个150公路 这边有一条高速公路叫150 重要的一个补给线 所以可以直接打到哪里 打到聂伯城 下面是杂波罗热 杂波罗热已经被这个 乌克兰已经拿下来 他这边向北 这边向这边打 然后整个乌东地区 他大概就拿下来 如果在这种状态下 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已经很乱 乱到什么程度 乱到他开始交易弹药 什么叫交易弹药 就是他搞不清楚 我这个部队来讲的话 每一个部队其实每一种弹药 我们都有一个叫基本系型量 就是像我一个单兵 我不可能身上背了这个 一万发子弹在身上跑 我一个兵身上最多带150发子弹 我才能够运动 四个弹夹加上枪上面一个弹夹 那我子弹快打完了之后 我跟谁领呢 我跟后面的这种连指挥所 连弹药交付所来领 连弹药交付所跟赢的后勤地区来领 那后勤来讲 你要往前面推送的时候 你要送对弹药 比如说是像我们陆军来讲 像我们台湾来讲 搬用机枪的口径跟排用机枪口径 就不一样 一个是5.56公里 一个是7.62公里 那你不能把搬用的机枪子弹 送去给排用 对不对 像火炮也是一样 你不能是8.1口径的炮 送去给这个药两种口径的炮 所以它炮弹就送错了 你知道它不晓得哪个部队 是什么样的武器 它可能这些弹药交付 就是送错弹药 前面部队打乱了 这个部队跑来跑去 可能用这种口径 由于是乌克兰来讲 我们都很清楚 它接受北约很多种的军援 包括到各型的战车 你知道M1战车跟英国的鲍二战车来讲的话 英国是这个战车来讲 它那个炮管的炮就不一样 他们来讲都是要用这种口径 一个是滑舱炮 一个是唐线炮 英国是挑战者 它是唐线炮 那你不能把唐线炮的炮弹 送去给这个M1战车滑舱炮来使用 对不对 所以说弹药交付 交易弹药是什么 就是说你送给我的炮弹 不是我的枪可以使用 或者我的战车可以使用 我就必须要跟隔壁那个来换弹药 所以可见的说他们后勤资源也都乱了套了 因为你根本就不晓得部队打到什么地方 你要给哪个部队送什么弹药 所以我从这个不管是空军部队被增掉 代表它人员不足嘛 第一线已经不够 只能叫后勤部队 那你空军部队被增掉以后 你自己的空军战场实力就有受到影响 那你这个交易弹药就很明显的 就是说你这个弹药来讲不对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很多问题呢 譬如说乌克兰来讲 它的武器五花八门 我们要知道当你战车总有要损坏 要加润滑油的嘛 就像我们台湾一样 你不能Toyota车去加B4的油啊 对不对 那个润滑油就不一样的品项 冬天用的油跟夏天用的润滑油就不一样 尤其在俄乌战场这边更是如此 所以它这个武器 除了武器之外 我们发现它后勤出了问题 你知道当后勤 如果从这个交易弹药看出来 它后勤出了问题来讲的话 那可以说是部队来讲 战力是会急速的衰落 因为我有枪就没有弹药 所以我还跟隔壁在换弹药 才能够打下去 所以我觉得在战场上面的形式 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当然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普京的市场 那普京愿不愿意接受你这个川普的调停 那现在来讲 算应该我觉得 如果说就商人喊价来讲的话 变成普京在喊价 我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 你要给我什么样的条件 我才愿意和平 你不要说是光一个 说是这个乌克兰不要加入这个北约 这么简单 它现在来讲我觉得 当这个普京在战场上面 获得有利的态势之后 在谈判桌上面 他一定会取得更有利的态势 然后甚至于我认为 在川普当就任之前 这一个月 刚好是他们展开大反攻的时候 更大口大口的吃下来 有利于他一月份以后 川普上台以后的谈判 在谈判桌上面的谈判条件 我想请这个帅将军帮我们补充 包含这个乌克兰他败相遗漏 还有就是北韩的士兵 现在已经正式有跟这个乌克兰的军人 展开了交火的部分 对 因为我们讲 我们根据很多战事 跟我们内战的这个经验 你开始把空军的拿去当步兵 我们以前陆军来讲 你把工兵已经拿去当这个防卫部队 或者冲锋部队 这个部队已经差不多快要垮了 因为这种兵 是要花很长时间训练的 你不是短期间两三年 抓个新兵就可以用的 所以空军的部队要调去 可能还有其他医务人员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是败相已成了 那今天这个 刚刚利家军讲的 这个大包围太史已经成了 其实洪行征的补给县已经被封锁了 因为这些火炮都可以打到马路上 你车辆根本就没办法过 所以乌克兰这个已经是到了苟延残喘的时候 现在就看政治上要怎么解决 那第二个 在最后收官的时候 北韩部队来了 我相信北韩绝对不是马娃娃兵来打 他一定要打出点名堂 能不能让金正恩太迷面 所以他用的是特种部队 为什么两个上将呢 一个搞政治一个搞军事指挥 五百个军关系代表什么 他的排列营长统统经过加强 那这个部队战力绝对好 至于零零星星说 波及炮阵地被销毁 那个很容易 因为乌克兰有很多反炮兵雷达 你这个小炮打出来一个曲线 它马上一发 但不代表这个部队完全被消灭 我们陆军打仗 波及炮放在后面 步兵放在前面 那为什么要北韩军队来打呢 因为你现在打到俄罗斯本土 你是侵略俄罗斯 俄罗斯跟朝鲜的条约里面是共同防卫 所以朝鲜部队不会用在别的地方 他绝对用在这块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是你 乌克兰打到俄国的地方 所以这个一万多人 大概就是最后 刚刚立将军讲的 关门打狗的最后 因为朝鲜部队比较擅长近身肉搏 他并不是重兵骑什么大装甲车 大型的东西 他这种个人的体能训练跟战绩 都是近身肉搏 所以到最后冲锋陷阵到城镇里面 逐项战斗一定是这个部队 因为俄罗斯也不希望太史人了 他已经动员了很多 也死伤了不少 所以朝鲜这一个强星计打下来 可能轮车司机的最后收官的 就是这一批部队了 所以俄乌战争 川普虽然没有上台 没有实际的这个指挥能量 这个喊话对轮车司机就打击很大 乌克兰会见到hopeless 没指望 因为川普显然要下任 下任里面最后一批 又搞了几十亿的救命的弹药 只是苟延残喘 所以普丁很有这个 川普很有信心说 我现在一喊 再加上我上任以后的断催 乌克兰绝对支持不下去 何况普丁跟他还有些私交嘛 那对普丁来讲也不希望再打下去了 那占了很大块土地 所以应该可以了嘛 所以他们两个的交易很快就把乌克兰给卖掉了 所以乌克兰的下场当棋子的命运实在很悲惨 好像被人家白嫖了以后 家破人亡 你达到什么东西 你赢到了什么 对不对 你只替美国消耗了些俄罗斯的实力 反而把美国跟俄国两个打成一块 对不对 两个联手把你卖掉了 所以俄国拿到领土 对不对 美国达到这个 这个战争就消耗了欧盟 欧盟将来更挺我的 以前欧盟有钱的时候 还有点这个BB调调的 自己认为还怎么样 现在把你欧盟搞穷了 你只有挺我的 将来这个关税可大可小可收可放 保险费是可要可不要 这里面玩欧洲那就玩死你了 所以美国的川普这一个招数 他会祸很多力 他不要像拜登到处当花蝴蝶 那个拜访没有用的 有实力在手上 远在华盛顿讲一句话你就得听 我还给你到你国家去开会 门都没有 这个东西 为什么毛泽东讲强杆里出政权 现在是强杆里出世界的霸权 他就这样搞啊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新闻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 强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生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我们下期再见 女が抣迹 能应该完全感觉 当我久不见 gemacht 帮助 得到 你 这个 我们下期再见 诶